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进入这个LSL里面的程式的技巧了 那程式的技巧蛮多的 那今天我想就课本来讲大概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能不能谈完 第二章是让你的Avatar能够开始做一些动作 那第三章就是沟通 沟通包含Avatar跟这个物件 物件跟物件之间的这些沟通 那后面还有很多啦 那同学的共同笔记该分到哪里的 你知道这个大家就自己要注意到 那这些技巧大部分的同学 如果你先没有一个概念到时候要碰到这大概都不会做 有很多东西你自己要想大概不太容易立刻的想出来 有些东西就很多很多零散的这个讯息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跟你过去写的程式 你过去做的物件等等等等都会要link起来 那你如果link的越好的话 连结越好的话 那你的收获越多 如果你连结越不好的话 那的收获越少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同学可以把我们今天晚上这个 老资讯学要谈记忆的 记忆其实跟他同学的学习很有关的 那你可以看看他投影片跟那个或者video 你要把一个东西学好的话 只有两样 只有两个 你要记得住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重复 而且比较慢的重复 另外一个是什么 关联 像我们现在谈LSL的这个程式设计 那很多东西要把它关联起来 比如说物件的制作 比如说你以前学程式语言 如果你越能够关联起来 甚至于系统等等 你越能够关联起来的话 这东西越会变成你的东西 不然的话你可能收获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整合性的科目 或者你要大概你要记忆 这个是跟脑袋的这个 我们人脑的这个结构组织原理都很有关系的 那这个我们在这里不谈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晚上那个投影片 OK好 那我们就开始这里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avatar 把它最简单的 这个大家可能都做过了 把它坐下来 站起来 然后或者再走出去 第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就是坐下 坐的话 你坐是坐在哪里 是坐在一个print上面 坐在某一个print上面 像有同学建了一个车 对不对 坐一个车 就是坐不上去 坐不到椅子上 因为你是坐在某一个print上面 你没有坐到你该坐的地方 所以你坐是要坐在哪一个print上面 这是第一个了 那你可以坐在哪里呢 你可以坐在离那个print 519print的那个中心的519公尺的那个范围里面 所以你可以坐的范围很大 你可以很远 你可以浮在天上 坐在天上 甚至上你还可以转 你可以坐在这个print里面的哪一个轴 所以你坐的时候你还可以转 所以在每一个轴呢 必须在300公尺以内 所以只要在中心519 所以只要在中心519 离每一个轴300公尺以内的这些地方 你都可以去坐 那怎么做呢 就在方群里面给它设定参数 你就可以那样做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在second line里面常常看到sip ball 那sip ball的话 等一下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 那sip ball的话 就是一个小球 在某个地方 你就可以坐下去 那当然不见得坐 有很多 那sip ball通常它会有一些颜色来分 就是粉红色跟蓝色 也表示对女生对男生 有不同的动作 不同的gesture 或不同的这个 有做男生跟女生的个人化的这些动作 那这个 或你要变成男性化一点 或变成女性化一点 那这个 或做男色动作 或者做女性的动作 那这个 做下去以后 有分 这个粉红色跟蓝色 这个大家可能都用过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知道 那当你做一个sip的这个script 给别人用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做两个 男生跟女生 其实这个在那个 在限制级的区域里面最多了 这个男生女生要差很多动作 那在那个社交的里面差很多 在pub里面 男生跟女生的这个也差很多 如果大家有去逛一逛的话 大家就知道 那第二个 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这个里面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overview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城市 所以seeds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类 那第二类的应用 我们今天要看到是 teleporting teleporting teleport大家都知道 从这个地方一下子跑 瞬移 对 一下子一跑 碰到某一个其他地方去 那这里有好多种 那我们待会看三种 所以inter-seeds的teleport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 那有一些短距离的teleport 直接用坐 我从这里坐到这里 换到另外的地方去 就short distance local teleporter 那这个 所以它用坐来做 等于用sitting的方式来做 teleporting的话呢 那限制也是一样 就519公尺 距离离我 离我现在的位置 519公尺 我从这里 从现在坐到这里 等下坐到另外的地方去 那等于是一个teleport 当然要注意到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刚才有稍微提过 LSL的这个scripting trick特别多 那些trick 通常不是程式设计 通常是在让你产生幻觉 有点像魔术 就是说 你要达成这个 我们都是在 萤幕上面要看到一些3D的现象 你要达到这个3D现象 那我们真实世界 我是这样做的 可是呢 你要在这个game里面 在secondary里面达成的话 那有的时候 你要真正照真实世界那样做 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消耗资源太多 或因为太复杂 所以呢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是来欺骗你的眼睛的 或者是呢 增强效率 或者是借着这个 伺服器端 或client端的一些特性 我们来做的 所以那边就叫做trick 如果我们是要把他跟真实世界的动作给match起来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那像我列 我列不完一堆啦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到后面几周 当然我们都在谈这个 那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 那你知道的话 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做成的 不是跟看起来是很像是 是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图法链钢 或者跟着一样 但实际上呢 它怎么做的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的 呃 去想象 那也有比较容易发挥创意了 好 在type port的第一个 用做的方式来做type port 那第二个呢 中距离的 medium size medium distance的这个type port 那这个比较少用 但是因为这也是一个技巧 会常常用到的技巧 它是用relay的方法 就是说 呃 呃 一次好 等于十公尺十公尺 十米十米的这样动 用用很多的 很多的step 一步一步的这样这样子 呃 type port出去 那这个 因为我们用程式的方式 用回圈 来十步十步 十公尺十公尺的这样走 这是一种 那第三种是 inter thing inter region 或inter thing 就一个 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 好吧 到type port 那这个就给它 就已经有内建的type port的这个功能 然后给它这个 坐标 好 过去 那那这是 呃第一个部分 avatar moving 那我们后面还有几个部分 就是第二个部分是attachment 就附件 很多人会 会带 带上这个耳环 带上这个 各种附件 各种这个身上可以 呃 很多东西可以附在身上的 附在avatar的身上 好 那就是所谓附件 就是附在人的身上 我们叫attachment 好 那物件的话 我们是build上去 附在人身上 好 那那像 像有很多人在玩其他游戏的 或跑到secondlight里面来 他对这个 像有很多女生 对装扮很有兴趣 他在里面就专门在做什么 做皮肤啊 做这个 呃 做这类的 或做头发啊 或者那那那那些东西 他有两种 一种是附件 一种是穿 不同的做法 那那基本上呢 都是跟avatar有关的 那那我们当然不只是对avatar 跟avatar相关的 要要注意 另外还有我们专门做出来一些 我们制造的那些物件 那也是很重要 所以两个都要注意到 那跟avatar有关的 呃 我们会大会看几样东西啊 几个例子哈 一个是 呃 headshot display headshot display 呃等一下我们也会详细谈 先讲一下 这我们以前前面就讲过 headshot display什么 抬头显示器 抬头显示器就是我 我开车的时候 我显示 我的我显示不在下面 我在抬头在在这个 我的挡风玻璃上面 也就是看得到这个 这个一些一些讯息 那这抬头显示器 那那这个开喷射机好 或者开飞 再加战斗机好 上面就会有一些这个 抬头 不要低头 那那那这在game里面很多 对game里面是做什么 是给自己看的 因为你不要给 就说因为每个人看到不一样 通常在我自己的视野 在某一个功能里面 或我用某一个物件的时候 你不要给其他人看 但我在我自己使用的时候 我可以看得到 所以headshot display 这个hard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给我操作者 真的在我这台上climb down 我可以看得到某些东西 其他人看到像 你要玩玩CS 玩那些游戏的时候 我每个人有看到我自己的某一些讯息 在在在在这个上面 我自己的视野里面 那看到是我的